大家好 歡迎回到Live Jantling 我是Edis 又回到子彈筆技術這個系列 今次我們就想用不同的顏料去畫子彈筆記 今次我們主要會用Gorage這種顏料去裝飾手像 在開始之前我也想感謝瑞士卡達公司 以及Estar Art&Write的顏色給我使用 Gorage這種顏料在香港不是那麼普遍 但其實在外國就非常流行 由半年前開始我就很喜歡用Gorage這種顏料 那Gorage究竟是什麼呢? 它跟水彩一樣都是水溶性的 但它的覆蓋度就很高 所以就算淺的顏色搭在深的顏色上面 都仍然可以看到 如果你很薄的用它就會像水彩一樣 如果你很厚的用它就會像Aquilic一樣 而且用Gorage的話 在一般的手像上面應該都不會過底的 亦都不會令到紙抹著 所以就很適合用在手像裡面 如果大家對於Gorage有興趣的話 或者我之後再拍一段影片 講一下顏色和Gorage有什麼特點 首先就是月間的部分 今次我想做一個特別的月間的 我會在這個對葉中間畫一個圓形 用深藍色填滿這個圓形 你看我填了這麼大塊的顏色上去 它也是完全沒有影響它的紙的 然後我就會畫一些這樣的葉上去 首先我們畫好形狀 等它乾了之後 我們再會加上不同的細節上去 然後我們就會用橙啡色去畫一些草 這些草之前都畫過很多次 相信大家都應該會懂得畫的 你看到這個橙啡色其實是淺色過深藍色 但是它在深藍色上面都仍然可以搭上去看得到 這些就是Gorage的特性 然後就用白色畫一些這樣的花 如果是水彩的話大家都會知道 畫白色的東西我們是用流胸的方式去畫的 但是如果用Gorage的話 我們就可以畫了底色然後再蓋上面 這種畫法應該會比較容易控制 今個月主要的形狀就是這些大塊的葉 橙色這些草 以及這些五塊花粉的花 在隨意這樣加上這些花和草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白色點上去 如果你喜歡的話也可以在葉上加一點點綴 我會再用藍色去搭上一些綿 我會再用藍色去搭上一些綿 這就是我的月間了 我會把不同的日子去用分支的方式去寫出來 它好像一個overview 我可能會把這個月的目標等等 都可以好像my map那樣寫出來 然後就到周間的部分了 首先在左上角用圓筆畫一個圓圈 然後就順著圓形的方向畫一些葉 畫完橙啡色的葉之後 我們就可以畫剛才那些大塊的藍色的葉 然後我都會用深藍色去畫七個圓圈 代表每一天的 那我會畫得比較隨意一點 畫完之後我就用白色的筆去填回星期一至星期日 而上面的花圈中間我就會寫回my這個字 最後就搏上一些藍色的點點和橙啡色的點點 如果你想加入其他頁面的話 都可以參照我之前的影片 只要按著相同的裝飾原則就可以了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就給我一個讚我 和訂閱我這個頻道 記得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再見吧 拜拜